最近北京的一位记者为了报道医院的乱象 亲身体验了一把 那么这篇报道被印到报纸上之后 它被网友评为是中国好记者 我们摘出了里面的一段文字 看看这位中国好记者是如何记录这些黑医院所谓的碳纲检查的 脱裤子 趴到床上 也没看到消毒 也没有用滑稽 在我意识到将开始的时候 已经传来了疼痛 哎呦 轻点吧 特别疼 我大喊 然而医生却回应 里面炎症很严重 疼痛是正常的 看看 看看病的多重 而我已经憋得是满脸痛哭 除了常见病之外 这名记者居然还无端端的被查出了性病 也正是这样的亲身体验 这位记者把几家南科医院丁钱包说病情 检查讨价还价 诊断性口雌黄的乱象曝光了出来 网友朋友说 真不知道 这位好记者如果看的是妇科 能不能查出妇科病来呢 难说哈这个 继续来听网友的观点 敢以身事嫌突然对这个职业充满了敬意 不愧是中国好记者